2019年湖北千岗营台青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 11月9日在武汉举行 面向台湾青年提供实习就业岗位2600多个 引来200余位台青现场秘职 其中既有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台湾学生 也有从台湾赶来的台青 台湾青年杨嘉宜是金融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她已经计划留在武汉工作 杨嘉宜告诉记者 在台湾工作岗位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 而在大陆不仅机会更多 武台也更广 我觉得现在就是就业机会非常的多 像我们可以选择比方说头一个公司 在台湾可能头一间公司只能选择台北跟高雄 可是在大陆就很多个城市 就是北上广深之外 武汉、郑州、长沙、大连都有非常多的选择 就是这边的机会确实是真的蛮多的 台湾青年徐玉倩是武汉大学大三的学生 当天她只是来招聘会了解情况 徐玉倩说 很多的会台政策不止在实习就业方面 而且还包含在生活等方方面面 比如居住证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实 自己毕业后肯定会选择在大陆工作 就是台湾有一个24K就是2万4台币 就是年轻人平均的一个薪资水平 但是可能在台湾有一点点是说 你可能很难真的靠自己的能力去奋斗 达到一个更高的薪资水平 因为它确实这个市场比较饱和 然后新行业的崛起也没有这么快 但是内地还是一个看实力来决定你的薪资待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你想要做的好 你努力去做 你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那些薪资待遇 我觉得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点 据悉2600多个岗位涵盖集成电路 软件设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交通及节能产业 生物医药及器械 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服务 科研与教育等门类 就业岗位月薪多为5000元人民币至2万元人民币 实习岗位补贴普遍不低于每月2000元人民币 台湾青年在湖北就业创业取得成效 据统计 截至2019年6月底 在湖北实习就业的台湾青年达598人 创业台湾青年110人 注册成立各类企业及团队154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